焦抽烟再造X光 三列一炸饱800万 女嫌犯科千惠 带着三名假病患 正打算办理住院 炸领保险金 但殊不知犯罪过程 早已全被警方录了下来 警方昨天顺利逮捕 一年多来炸领保险金800多万 包括临心医院 神经内科医师林疫病 在内的三名涉案医师 以及从中牵线的嫌犯科千惠 警方发现嫌犯 两年前起就找医师合作 仲介假病患看诊 向这个病患收取 新台币3000到1万年 不等的这个费用 这个医生啊 从这个健保这个体股 当中来抽取 40%到60%的这个绩效奖金 胃夸大症状 医师照胸部X光前 还教假病患大量抽烟 制造肺部白点 夸大病医安排住院 警方在医师林疫病家中 搜出20个装有3000到1万元 不等的信封带 林疫病坦诚 是安排假病患住院佣金 初步估计嫌犯共仲介 33名假病患 受害保险公司至少6家 病患啊 根据这个医生所开立的 住院的这个篇数啊 以及诊断证明书啊 向这个所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啊 来申请这个医疗的这个保险 警方讯后 一诈期未照文书最嫌移送 斗新闻台中报道